這次其實那幾個不同的自己 就是MV裡面 MV裡面其實都是自己 其實都是自己 在內心裡面其實都有不同的性覺 心魔等等 所以才有這個槍的出現 這個槍就是代表自己都想打破自己的心魔 絕對是 我覺得這次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今年的新人 應該真的有一個新人的心態 其實我真的有 我昨天是第一天出來做宣傳 我是很緊張 我好像回到十二年前的自己 好像是第一次真的上電台做訪問 這個心態 感覺好像所有事情都好像重新來過 今天這位嘉賓相當特別 雖然他入行十二年 但是今年二零二三年 我們要稱呼他為一個新人 全新的人 沒錯 新人事 新作風 新公司 新歌 新MV 歡迎Jim Lee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沒見 好久沒見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正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 你看看這位新人 好精神 精神 精神之餘 真是美得得了 真是感覺到有光彩走出來 半年一生 頭髮都變金色了 聽說我正日年頭髮都弄了很久 幾十個小時 幾十個小時 這麼厲害 要跳 染 染 色不適合 又要再整個 都經歷一個耐性的挑戰 沒錯 每次就好像開盲盒一樣 因為你票完了 再上色的時間 洗走藥水 洗走的時間 你才知道這個顏色對不對 不是的 我都覺得可以 好像綠了一點點 可不可以再… 金黃一點 金黃一點 然後又要再上色 等多四個小時 哈哈 每一次七八個小時 嘩 因為我們一近看 看到她的頭髮 是有幾多不同的白色 她還有一些金 有些白的 描述著 這個細節 我想你剛才說得對 幾十個小時的事情 沒錯 全身的髮型迎接 全身的身份 都是開心的 恭喜Jean 先吧 謝謝 因為加盟了新的髮型公司 第一條問題 就是恭喜你之後 就要問 一定有很多公司 都向你賣手 為什麼會 特意選了現在的公司呢 我想主要是 第一是誠意 我也很欣賞 因為之前我是想要休息 那我就說現在不談了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沉澱一下 再想一下自己 想下來怎樣 同時都很好 就說 好啦好啦那你慢慢啦 就給了我很多耐性 還有很多時間 然後之後又感覺到 整個過程是感覺到很多的誠意 和對我的信心和期望 然後就去到下一步 對於我來說 最重要是音樂方向 理念是不是一致 說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後 又聽公司對我的期望是怎樣 我覺得是很配合到的 加上公司各方面的配套 資源 人力 我覺得是很有信心 可以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好 最重要是轉一身公司 最重要是多幾度 多幾度 首先有溫度 人情味 人情味夠不夠 第二度是什麼 自由度 做音樂的自由度也很重要 是很重要 對我來說 因為做音樂 我在音樂裡面找到我的價值 所以這件事是我最著緊的 而公司是真的給我很多的自由度 很多的尊重 很多時候都會問我意見 或者是還有什麼想做 但還沒做到 我很感受這些尊重 和誠意 剛才聽你說到 你在找新公司之前 你有一段時間是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 可能是沉澱一下 可能是想一下自己未來的方向 在那段時間是想 有沒有總結我覺得我之前的音樂路 或者接下來想做些什麼 是不是都開始越來越清晰呢 在那段時間 休息的期間我是聽很多自己過去的作品 就是聽過去自己做過什麼 還有有什麼可以更好 還有接下來想怎樣繼續走這條路 也經歷很多不同思考過程 想過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當然 可能性 是 自己搞啊 或者什麼都想過 真的 真的 什麼都想過 因為我也有跟很多不同的人聊過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說不如自己搞吧 你自由度最高 你想怎樣都可以 出什麼歌都可以 對 什麼時候出又可以 怎樣出又可以 又好像是 然後又不是 Indie又是否真的適合自己 然後就要很誠實去面對自己 我的想做的東西 厲害的東西 和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這個東西是否最適合自己 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思考 和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最終就覺得 我現在就找到一個 自己很有信心 去發展的一個方案 首先老闆已經很好人 楊博士很疼藝人 大家都眾所周知 其二就是 配套相當之好 因為英國除了有音樂之外 也有電影 會不會 Jim也有想過這一點 電影方面我都可以嘗試一下 可以放多點時間 在哪方面去投資一下 當然我都會很想嘗試 因為我都很喜歡演戲 但是我會覺得這一刻 是很難得的機會 給我去表我的音樂 所以我想至少這一兩年 我都會把大部分的時間 去做好我的音樂 但是我當然希望 會多方面可以發展到 所以一來新公司 已經有一個新的感覺 已經有一個新的歌 已經有一個新的形象 也找到新的人合作 這首新歌就叫做Dumb Dumb 一聽到那個名字 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要跟詞人有關係 因為歌名 這個填詞人Wyman 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終於等到今天 很開心 等了很多年 互相都說 等了對方很多年 這個合作怎樣促成 因為其實一直都很想跟Wyman合作 因為之前就沒有機會 來到這個時機 終於有機會可以了 其實我第一時間就找他 我都很肯定自己 首先我有兩件事是很肯定的 第一肯定就是 我會選一首快歌作為第一段 要唱跳 很肯定的 第二就是我一定會找Wyman 首先要問一下 Wyman當然在眾所周師 是詞神 很多朋友都想跟他合作 那究竟Wyman有什麼特質 或者他寫詞的風格 一直阿Jean覺得 真是很適合 我很想嘗嘗他這種詞風 Exactly就是這一種的好奇心 就是我會很想知道 Wyman寫給Jean的那份詞 會是怎樣的 就是很想知道 因為我 測禮物 是那種驚喜 我在跟他溝通的過程 他都有說過 其實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當然我都會聽聽你的分享 你有什麼可以跟我說 但是其實我 不是太喜歡太多概念 因為我 有時候我處理司法版 會更好一點 我絕對贊成你 因為我很喜歡驚喜 所以拜託你 我當然也有跟他分享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沒有再給他任何的規定 你想怎樣寫都可以 誰知他跟你說是否可以 他有跟我說 其實很初他聽過Demo的時候 當他答應了我寫的時候 我就說我立刻送一首歌給你 是很快的 是快歌來的 已經跟他說了 我立刻發給他 然後他聽了不知多少次之後 他就說我聽到這首歌有一句 其實因為Demo本身是韓文 Demo整首歌都不懂得聽 我們不明白 但是他零零四四有一句是 Dum dum 是的 Dum dum 然後他就聽到 這句是吸引到他 他說我想拿這個來做一個 Hook 由這一點去expand這個concept 我就說我很好奇 這個Dum dum 會變成一個什麼故事 是為什麼的呢 其實我也是 為什麼的呢 反正他有說Dum dum 就是好像傻G 你又Dum dum 其實是這樣 其實是這個意思 是匿稱來的 對 就是Dum dum 是親密的稱呼 其實是很Q的去懷人 有一點點 就是Dum dum 就是這樣 是 我覺得是你第一次看到Dum dum 這份詞的時候 一下看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非常滿意 其實很滿意 我是覺得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那種 我感覺到他的功力的時候 是當我去唱的時候 入錄館的時候 試試唱 那感覺是 因為廣東快歌是非常難甜的 我會覺得 因為你要有意思 有時候快歌很純唱 但沒意思 但是你要有意思 又要很純 很流暢 其實非常之難 我是非常明白那種 如果是一首歌很帥 但歌詞很激烈 其實我是唱不到的 有時有些轉音 R&B 有些轉音 因為歌詞激烈 你做不到那種味道出來 我會很frustrated 有時我完全覺得唱歌唱得很棒 好像可以很自由地表現這首歌 我就陰著跟慧文說 你真的很厲害 寫到一份有hookline的詞 又很流暢 裏面的意思又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 之前找他都知道一定會找錯 找了都覺得這個決定真的太好了 很棒 而且中間有容易入腦 肯定就是你 肯定就是你 嘩嘩嘩嘩嘩嘩 歌真的很好人 剛才也講過 第一時間轉新公司第一首新歌 阿尊就說我很肯定我想做一個快樂 還要跳舞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除了我覺得第一炮是想給大家有一個很fresh的感覺之外 我是更加想打破某一些觀眾對於Gene的一個印象 就是舒情啊 很紋靜啊 很沉悶啊 經常都是盲歌啊 很沉悶啊 除了是die hard fans 會去研究你每一隻碟裏面有什麼sidetrack 但其實一般的聽眾是不會理會的嘛 他們只會 聽到你first plug 打到入心那幾隻 是的 或者是first plug 所以我就說 我這次的first plug 一定要是快歌 就首先去打破這一種的印象 剛才說那個demo是韓文的 是不是最初的時候你都想著 我喜歡韓國的風格的東西的快歌 所以收demo的時間都在那邊收多一點回來 其實本身沒有說限定哪一個國家的demo 那我是各地都收光了 有英國 美國 星馬 台灣 香港 聽了很多 都是覺得未找到一首真的會有一種興奮的感覺 然後就說算了 不如試一下 又試一下韓國那邊收 因為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現在找韓國的歌曲 因為成本是貴幾倍的 幾倍那樣多 那些韓聲都很厲害嗎 現在韓國的demo很貴 炒也很厲害 大家都爭著想要 可能是 所以那個時候就跟公司談話 不要理會了 我們先收了 當然也要公司配合 就說好啦 因為時間很緊迫 所以要找到那一首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很興奮 收了回來 聽到第一次 很記得 哇哇哇哇 很記得 肯定就是很記得 然後就說嗯 這個很有potential 但是都未馬上說是這首的 我們就放在一邊 然後再繼續收 繼續聽 然後再回聽的時候 仍然是覺得這首 所以就很肯定是他 肯定就是 肯定就是他 那選了一首快歌之後 有了歌詞 整首歌都有了 然後下一部你就要跳舞了 派舞了 這一方面有沒有難度呢 對你來說跳舞 有難度 因為我時間 差不多一個月時間要錄音 派舞 拍MV 所有事情在一個月之後發生 OK 還要減掉我之前放假的脂肪 哈哈哈哈 這一個月就要打斷他 所以是很刺激我整個 排舞的時間順便可以減掉 一定瘦的 因為你狂粗跳舞的話 我每一天跳四五個小時 然後 四五個小時在自己 還有在studio上 排舞師和danser 是不停的 沒有break的 不停的 break是喝水 然後再來 是很高強度的 一個訓練 這個會不會是你有史以來 最密集排舞的一首歌 最hardcore的一次 因為我知道 今次這個MV 一定要做得很漂亮 很帥 拍到爆 那就要真的靠自己的 那個performance 那種力度 或者那種跳出來的信心 要很熟悉 很慘 所有danser在你旁邊跳 是啊 有壓力的 他們全部都跳通 或者那個力度 或者那個幅度 都比你大的時候 你明顯一躍下去 哎呀 可以差一點 所以一定要苦練 苦練 沒錯 我只能看到這次MV裡面 是游刃有餘的 Gin 所有的動作 感覺都是 看完MV覺得你要跳多一點 真的啊 是啊 因為完全是耳目一新的感覺 還有MV裡面跳得這麼好 另外還有很多個造型 是不是你自己原本已經想著 一定要有這麼多個造型 是 因為這次都很 剛才都說 想是一首快歌 除了可以給人一個很fresh的感覺 也都可以 通常是玩造型 是在快歌的機會大一點 就是盲歌很難 一款兩款紙 穿裙和穿裙 你突然間很難 長裙就是短裙 你可能皮褲很難 你不能搞這些 可能穿長靴很難 穿盲歌 所以就是可以藉著這首快歌 讓別人看到不同的形象 不同的角色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計劃 很想讓別人看到不同的自己 這次其實那幾個不同的自己 就是MV裡面 MV裡面其實都是自己 其實都是自己 是不是 在內心裡面其實都有不同的性覺 心魔等等 所以才有這個槍的出現 這個槍就是代表自己也想打破自己的心魔 是 絕對是 我覺得這次對我來說 我是今年的新人 你應該真的有新人的心態 真的有 我昨天是第一天出來做宣傳 我是很緊張 那次回到十二年前的自己 好像第一次真的上電台做訪問 這個心態 感覺好像所有事情都重新來過 所以我有這個機會可以重新來過 我都很想去 剛才是說到什麼 我飄走了 是說到什麼 造型 打破自己的身體 要去打破自己 過去的所有的自己 不是說不好 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會局限自己 自己某些性格 或者有些的習慣 會限制自己 所以在MV裡面 就是一一去打破這些心魔 然後讓自己可以重新 是 一個重新的形象出來 剛才阿尊有提到 譬如一些忠實的粉絲 也有時候會留言 可能就說 又是慢歌又是抒情歌 那這次推出了這一首新歌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他們大致上都是很驚訝的 是 都是想不到可以這樣 想不到你跳舞可以跳成這樣 或者唱快歌 一早都是想你這樣 真的有些人 對 跟阿青說 早知道跳多幾首 等你很久 有些粉絲會有這些feedback 比你還要興奮 即是說初步大家都是麻煩 好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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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首先要說一下 這次的MV裡面 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心思 其中造型方面 我看到也是 幾款 所以四個都是 以黑白和紅色 作為主體 我知道Jean 最喜歡Hunter Jean的造型 是嗎 是 即是比較殺手型的感覺 為什麼會特別喜歡那個 幾個原因 首先因為Hunter Jean 裡面是一個主要的角色 他是一個做了決定 要去令自己重生的一個角色 我喜歡這個態度 因為這個也是我現在想做的事情 即是重新去 逆向思維去做不同的事情 即是希望自己會有一些不同的突破 這個是私人原因 怎樣都要有的 怎樣都要有的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也是私人原因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已經很 響望做這個舞打女星 喔 Action的 想做Action Movie 對呀 因為我覺得很型 很型 很想嘗試開槍 真的有型 真的有型 對呀 其實我小時候是學跆拳道的 喔 對呀 其實我很喜歡 其實我很喜歡 這次有這個機會 可以試試開槍 拿一些跆拳道出來 哈哈 大約幾個造型 我都很精心 而且都很不同款 有一個就是比較白色jacket 長jacket 那個 毛毛衣 毛毛衣 我最喜歡紅色那個 喔 雖然它不是很多的蝙蝠 在那裡 但是它坐在那裡 霸氣走出來的感覺 最吸引到你 對呀 那個是很強的 那件衣服 其實我們是 最後最後找了很久 才找到那條裙子 一直都找不到一條 真是這麼有霸氣 好像女王的一條裙子 最後我找了一個 之前合作過的本地的裙子 我就打電話給她 我說求救呀 哈哈 只差一個造型 是啊 很重要這個造型 你有沒有一條紅色 很有霸氣的裙子 我給了一個關鍵字 就是霸氣 一定要霸氣 驚 要好驚 好行 然後她說 我真的有一條紅色裙子 鎮店之寶 是啊 她就拍了給我看 就是這條 但是其實大家看到的 不是當日她給我們看的那張照片 我們是即場 又再 再裙子 再改 說不夠白氣 你看到很多這些角色 插出來 3D感覺較強 我們之後即時跟她一起去創作 是啊 她就很好 可以立刻幫我們去調整 所以就有這個 哇這個感覺 這個造型出來 MV裡面每一格都是 細節的 終於拍了多久啊 Jean 本身打算是24小時 後來我們就 後來我們就 然後我們就 很有效率的20小時完成 哇 哇 但是那個景是搭了一個星期 哇 是 最浪費時間的 真的反而 前期那個準備 是 一個星期 然後呢 我們就很快很快 但是因為很多東西我們有 一些新的 就是有些舞師的參與 然後又有爆破場面 然後我有一些戲要演 然後又有跳舞 哇 不停跳 跳過很多次 然後其實很豐富 很多東西要拍的 所以就 大家都是很有效率地去拍完所有東西 那就很幸運 20小時就拍完了 哇 不用OT 早下班 好 還沒看就快點去看 好 轉來班 繼續有用 今天的嘉賓李幸藝 Jean Lee